记得爱生活 大家好 我是母轩 欢迎的母轩的实况解说视频 希望呢 是给大家带来一张 非常像是我们这个青年杯谷一般的 这种视觉错位的一张游戏地图 大家看 我身后的这个填字形一般的这个形状呢 它看起来横排和它的竖排呢 像是交错在了一起啊 不过实际上 只是利用在我们的一个角度 看上去一种错觉的一种感觉 前面大家在生活中 一定也是有看到过这种 眼睛欺骗那里 实际上呢 它并没有连接在一起这种感觉 大家看我身后这个填字呢 它的一个下方 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就是 它和我们的一个上方的一横排 这个都相当于是 交叉在一起 在一个同一个这个X轴和Y轴上面 没有G轴的感觉 不过实际上 它只是利用到一种视觉的一个这个欺骗 给大家来看的 那这个呢 一定要在一定的角度上看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不过我们只要灰镜给大家看到 中间呢 其实是有一个断层的 给大家呢 做出一个这种站在一定的方向来看呢 就相当于是一种这种视觉欺骗 欺骗你的眼睛的一种感觉了 好的 那关于这张地图呢 还有非常多的这样的形状 那我们来一一的观看吧 好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第一个的一个视觉特效 我们来看一下 好像是我们眼前这个三角形 一般的一个视觉特效 这个看上去呢 就是一个这种空间 给你的一种错觉啊 看起来呢 这个三角形 它是连接在一起的 不过实际上呢 我们来飞进一笔给大家来看一下 大家看 它其实呢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 不过呢 我们在一个远处来看呢 就像是一个连接起来的三角形 所以并没有实际上生活中呢 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形状 只是说呢 我们站在一定的一个小多的观看的一个这个感觉呢 肯定都说不一样了 大家看 这样子看起来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三角形 也是非常棒的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这边的话呢 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 如果大家想来游玩这张地图的话呢 可以去我视频下方的剪辑下来 大家看 这个呢 就做的我感觉比刚刚那个三角形更加的完美 形状的非常好 像是一个这个 你永远不知道你是在上楼还是下楼 你明明在下楼 不过的话呢 你要下非常多的次 一直在无限的不循环 这个做的真的太棒了 哇 不过来看一下 他到底是个什么 哦 哦 原来是这个地方啊 和刚刚三角形其实是一个原理的 就是做出一个断层 然后再完美的衔接在一起 我感觉这个衔接呢 比刚刚那个三角形要衔接的更加好一点 哇 这个真的也太棒了 我们再来换一个 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第三个 那木轩呢 待会会在最后一个展示一下 我自己做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东西 哎 第三个是哪一个 第三个是这个 哦 这个的话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这个视觉错觉的一个这个图像 你能数清楚这里到底是有多少条的一个这个东西吗 这个横杠吗 就是你永远看不清这个里面到底是数不清这里面有多少条这个木块这样子横摆着交错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图就是两边分别占一个人 然后他们数的一个这个木条的一个数量呢是不一样的 那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在QQ上流传的一张图 我之前还记得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这个第四个 第四个 哎 第四个呢 第四个是什么 嗯 第四个是一个 哦 第四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这个 长方形的一个这样的空心体 然后插入到我们的一个这个 这样的横前面的一个方块 我们看起来就是 哦 这里也是有一个断层 然后在我们的一个这个空间的一个这个 错觉下 看起来就相当于这样的直接插入进去了 哇 这个创业是非常非常棒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一个 哎 红色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第五个还是第六个来着 哎 这个在哪 哦 这个是一个 这个什么形啊 这是个正方体吗 不过看起来好像又是全部的一个这个交叉点都交叉到中心去了 不过因为它是我的世界毕竟是由 方块构成的 如果有一个这种斜面的方块就更加完美了 中间还是能看出一点点这种方块的一个这个缝线的 如果能像是我们普通的一个图片做出这种斜角的一个感觉的话呢 看起来会没有任何一个瑕疵啊 感觉是非常棒的 再来看一下 第六个 第六个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 哎 第六个 哦 第六个是一个球体啊 这个就是我们封面的那一张图片了 就是呃 这个呃 三个四个球 感觉像是在一个平面上 其实他们根本不是在一个平面上 我们可以飞行来看一下 也是都是一些错层啊 大家看这个圣丝 它的一个这个错层的一个感觉呢 是更加更加长了 然后我们慢慢的往后拉呢 它上面的一些这个方块啊 还有一些这个条形啊 都会慢慢的重叠在一起啊 这个叫卡丁的一个这个视角了 也是非常非常棒的 好的 咱们再来看一个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第七个 第七个什么 第七个哦 第七个和我们的那个正方体也是有点大同小一点 所以这种空间的一个错觉呢 大部分都是一些这种呃 看似不在同一个平面的一个这个横条 然后通过视觉的一个拉扯呢 做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重复效果 大家可以自己进行的体验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八个 第八个绿色 绿色的在哪 哦 绿色在这 哎 这个 这个有点东西啊 哎 这个怎么回事 我看起来总感觉这个东西怪怪的 我们飞机给你看看 哦 这个是一个 中间的一个横梁柱 然后再和我们的这个 后面的一个背景墙 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啊 不过我不知道这个看起来到底有什么意义 就感觉就看起来像一个平面的感觉 这个我是没看出有什么意义 我们再来看一下 啊 咱们的 哎呦呦呦 哇 差点掉起来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 哎 这一个是没有建好吗 是这个吗 啊 这个 这个感觉 这个感觉 这个我就没看出有什么意义 我在 我在 可能是我这个角度不太对吧 哎 哎 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楼梯啊 我来看一下 哦 哦 这几个楼梯 楼梯是不一样的 哦 我才发现 哎 这样的看起来 我还以为这是同一横排的楼梯 哎 原来这 这一层的楼梯 是不 不是同一排的 大家看 这层楼梯都是一个这个错层的一个楼梯 这样斜角一看过来 我还以为是同一树排的楼梯 这个真的没有想到 我不走近看 我还真以为真被这个蒙骗到了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 这在哪 哦 这个 这个图就非常经典啊 这个想必大家玩过纪念碑谷 应该都知道 这个就是说 他们下面的水 然后又通过这种流动 流上来 这种种感觉 大概 然后又重新流下去 这个真的 这个就是完美的还原来纪念碑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形状 就是水从高处流下来 然后又从低处 又可以慢慢的流上去 我来看一下 哎 这个怎么做的 哦 这个也是利用到一个断层的原理啊 我说呢 他怎么做出一个这种效果呢 而且这个几个的这个斜坡的一个角度 都做得非常非常好 大家看 这里也是一个斜坡的一个角度 而且他这里应该是用哪一个这个 这是用的隐形的技研 或者是屏障吧 才做出一种效果了 感觉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然后我再来飞到这个地方 不过因为他这个图太大 所以拉扯的地方有点远 看起来 这完美的还原来纪念碑谷的一个那个版本 好 咱们再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 这个 好的 哎 这在哪 哦 哎 这个 这不就是一个 很正常的一个这个正方形吗 哦 哦 这不是个正方形啊 哼 我还以为这个正方形呢 哦 这个 难怪他上面要放测米啊 也就相当于体现出 他这个正方形上面还能走人 是不是啊 应该 如果 哦 他这个地方 他这个地方 哇 这个 这个后面这一横排 你后面这个地方 还远真的搞半天 然后 哇 感觉形势的 是非常非常棒的 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 看最后一个有没有 会惊呆到我的眼球 看一下最后一个 哎 最后一个呢 嗯 嗯 最后一个 这个在哪 哦 哦 最后一个在 啊 这个 这个非常经典啊 这个就是 大家看 这 这个龙非常经典 可能大家如果刷过抖音啊 或者是我们B站的一些这种短视频的话呢 应该都知道 就是 一些 大家看 无论我们如何摆动这个角度 这只龙都是在望着你的 大家有没有注意的 看一下 无论如何我们怎么去移动我们的一个这个视角呢 这个龙他的眼睛呢 永远都是在望着你的一个这个方向 大家看 他永远在盯着你 无论你如何去晃动的他方向 哎 大家看 我明明在晃动 他还是感觉在盯着你 其实他看起来呢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世界特效 不过这个做的呢 还不是那么好啊 因为我之前看过的 他之前 其实这个龙要做出来的呢 是一个这个凹面的一个这种 呃 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凹面的效果 不过这个龙做的不是很好啊 按常理来说 它是个凹面的 所以才能更加立体 大家可以上网来搜一下这种 这种龙非常非常的著名啊 那我们再来回到我们主持人 看一下它的一个结束区 会是什么样的 什么呢 好的 那所有的一些这个视学特效都做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结束区 结束区 哇 在这个地方 哦 然后这里 给我们拿上一个矿车 然后这边是什么东西 哦 这边是一个感谢游玩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一个终极视觉特效 哎 为什么现在给我一个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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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哇 我只能惊叹了 哇 这个感觉周围都在动了 哇 我真的头都有点晕呢 哎 这什么东西啊 感觉看起来 哇 真的真的前方高能啊 真的是 我去 哇 这个这个视频我觉得要被 要被封信了 怎么办 啊 这这这 真的是不是给我催眠的 哇 这个是那个三角形 看起来像是那个三角之眼的一样 哇 在动的感觉 啊 它配合到这个反卫的一个特效 然后做出一种 它的一个图形在动的一个样子 哇 这个也太恐怖了吧 兄弟 好的 那我们现在又回到一个主持人 啊 感觉这个结束区也是 挺有意思的 给我一个矿车 不过我真的要被那个眼睛 还有那个三角之眼都给吓晕了 好的 那我最后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自己做的一个这种视觉特效的一个感觉 好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我给大家来做出的一个视觉特效 然后这里呢 上面是一个村民 在被我们的僵尸进行一个这个追捕啊 大家看 这里的话 我利用到的是这种楼梯 哎 明明是从这里上来的 然后那个地方也是可以下雪 大家看 哎 那个地方 也可以衔接着往下走 大家看 这边村民也是往下走 哎 是不是想 有点后期 我这到底怎么思索而成的 其实呢 我是利用到了一个这样的 一个这个错诚的一个特效 和那个之间差不多的 不过呢 我是利用到了隐形线和屏障 大家看 这些地方呢 是利用到了隐形线和屏障 都是可以的 大家看 填补了这些地方的一个缝隙 然后可以利用到我们的村民呢 一直被我们的僵尸进行追捕 他也不会掉落下去 然后周围呢 用我们的隐形屏障 我也来劝 也防止这个村民的僵尸 掉落下去 大家看 这样子看起来 哎 哎 非常完美的呢 就展现了我们整个的一个 这个视觉特效的一个纹路 从那边进来呢 又连接着从那边下去了 哇 是不是感觉这样的一个特效 是非常棒的 其实呢 你只要有想象力 也可以做出像我这样的效果 好的 那么本期的实况解说视频呢 就给大家带着啊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呢 记得留言下下面这个频道 那我是不是熟悉猫猩 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 那么最近呢 天气也是多变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保重好身体 不要像我一样感冒了 那本期视频呢 还是有点 声音可能会有点沙哑 希望大家多多了解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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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